这是燕藏风的又一大机缘 竟在重伤垂死之际遇见了神兽火凤凰 火凤凰的血液滴在石棺之中 融入燕藏风的体内 不仅让燕藏风得以灭盘重生 还打通了人都二脉功力大增 变成了天一四项绝的第二是火神怒 时间回到一柱镶前 四大剑矢奉剑尊的命令 将假死状态的燕藏风 抬到了驻剑城圣地索龙山埋葬 谁知神兽火凤凰感应到天命之子的气息 现身来到了石棺之前 吓得四大剑矢落荒而逃 而赛化陀一行人为了复活燕藏风 同样来到了索龙山圣地 却不想苍蝇宝的兽无常突然出现 劫持了猝不及防的逍遥狼 利用逍遥狼的性命威胁赛化陀 要赛化陀交出神要九龙石 你到底是谁啊 我是谁 我想驻剑城的少主可以毁断这个问题 是他请我来驻剑城的 原来是你派人杀我 剑熊剑买凶杀人的事情暴露 索性直接承认了此事 可如今要想复活燕藏风 就得需要九龙石的配合 可若是不交出九龙石 逍遥狼又会性命不保 赛化陀思虑再三后 还是决定用九龙石交换逍遥狼 不曾想赛化陀即将拿出九龙石之计 神兽火凤凰到来让兽无常心神大乱 逍遥狼趁机摆脱束缚 将兽无常推向了火凤凰 兽无常瞬间头皮发麻 用斧头攻击起了火凤凰 可凡人又怎会是神兽的对手 兽无常很快被烈火缠绕 在哀嚎中变成了一堆焦炭 赛化陀几人则是趁机逃走 来到了剑家的剑林 准备复活石关中的燕藏风 这大概就是我们剑家的剑林了吧 谁来在那边 赛化陀几人还没有靠近石关 神兽火凤凰又折返了过来 他盘踞在石关的上空 像是在守护燕藏风 赛化陀眼见火凤凰来者不善 拿出银针射向了火凤凰 火凤凰被银针打伤后 停留在了石关之上 一滴炙热的鲜血滴落而下 瞬间融化了石关的关盖 进入了燕藏风的体内 使得燕藏风发生了一变 石关炸裂开来 露出了里面的燕藏风 燕藏风浑身冒着热气 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赛化陀几人见状连忙上前 将燕藏风带出了锁龙山 随后赛化陀替燕藏风打脉 发现燕藏风不仅已经完全康复 还获得了一场绝世机缘 燕藏风不愧是天命之子 躺着不动就能获得绝世机缘 打通人多二脉功力大增 反观他的老对手人千行 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得来 两者的差距不可谓不大 言归正传 燕藏风虽然伤势痊愈 却依旧没有恢复以往的记忆 剑雄担心燕藏风恢复记忆后 就会离开自己的身边 因此早就通知了四大剑士 前来抓捕赛化陀和逍遥狼 逍遥狼拿出霸王酒一饮而下 瞬间让自己功力大增 用出了本剧最激烈的武功霸王拳 霸王拳的群功威力尚且过得去 一招击败了四大剑士 赛化陀趁着这个机会 带着逍遥狼逃出了驻剑城 半个时辰后 剑尊听说燕藏风死而复生 来到密室查看起燕藏风的状况 他突然一掌打在燕藏风的背心 不曾想一股强大的内力将剑尊震退 手心还被炙热的力量灼伤 这让剑尊不得不相信 燕藏风是真的获得了绝世机缘 竟然被火凤凰给复活了过来 火凤凰一直在存在 守护着我们的剑尘的冥警和剑尊 一般人要去进去 那肯定是死路的调查 没想到燕茶凉做的 却净了水来 难道 难道什么 难道水来是天命之一 祝你祝我们让燕藏风间出世